简单就是美 情感抒发表现于作品中 对说故事没兴趣的川普 总是静静地默默地看着他人创作 个性害羞内向的他 每每一出手 作品令人赞叹不已 刮目相看 其实我在念书 在复兴美工的时候 其实我是插班进去的 所以他们不知道我的基础在哪里 他们也不知道我到底会不会画画 以为都不会画画 我班上从来没有 也没有用功过 可是一交作业的时候 我把作业拿出来的时候 他们都吓一跳 那那个好像就给他们一个惊奇 就说怎么这个人 怎么平常都不是很用功 也不知道他到底基础在哪里 怎么一下拿出来作品 老师都说很好 后来就对我刮目相看 因为我是蛮害羞型的人 那别人在做什么东西 我也蛮好奇的 反而我不会在学校里面表现 表现我的技巧或我的看法 那我大部分都是用观看的方式 观摩的方式去观看周围这些同学 他们在做什么 有一次因为校长好像蛮喜欢我 也在学校蛮披护我的这样子 有一次我们要教师布置比赛 那老师都会说 你不能再你不要把墙壁给搞坏啊 或怎么样 可是我觉得我自己很有信心 我就不用去想那个破坏的问题 我只想到结果的问题 那我希望 我还是希望给学校 给同学有个惊讶 那我就买了 跟同学们一起买了一些 破铜烂铁啊 木头啊什么 就用钉子钉在墙壁上 那拉几个木布条啊 那把一个教师弄得好像一个 好像一个舞台一样 那那个校长啊 老师看了都很惊讶 那老师都不敢讲话 那校长反而觉得 哇这个教师可以变成这样子 也很好看啊 就真的也没有责备我 还蛮鼓励我 所以那个时候学校 有外宾来参观的时候 都会带来我们班上去看 看我们的这个教室 布置的那个 大胆的作为 就变成好像 外宾来好像一定要看我们的教室 那当然是我们在学校里面 都是从基础开始嘛 就每天画石膏像画素描啊 画一些写生长画 比较写实的东西了 那那个那我一直想 一直想所谓的创作嘛 就想着就回到自己 就是自己能够形成一个景象 而不是说看一个东西 那个景景还没了 你为什么还在画它 也不是你创造出来的 所以就是一直想做抽象画 这条路 那老师这样会说 这个对对 你走路都不会了 你爬都不会了 你还要跑步干嘛 你一定要从基础开始 所以那个时候 那时候 我对创作很有兴趣 可是我对一般环境来讲 就觉得不看好 所以那时候当兵回来的时候 也是毅然决然的想去国外 从西方的绘画基础 开始扎根 开始做起 其实以这个时候 就在回想 就是你青少年时代 在那个时代里面 在青少年时代的时候 因为你是叛逆期 你看什么都不满意 你觉得这个生命很苦 都没有人赏识你 没有人帮助你 没有人能够指导你 就是你 那整个社会的氛围也不是很好 那那个 总觉得那个 在那个时代的 我都会觉得 那个整个环境是对我 不是很有利的 也不是很有善的 我现在就回头再看 那些当时看起来的苦日子 确实觉得蛮有趣 蛮荒唐 也蛮有趣 蛮有意思的 很快 其实是一个很快乐的时代 80年代 从西班牙深造回台的庄谱 带入极简的筹像风格 和前卫的创新观念和手法 对当时台湾议坛造成相当大的冲击 成为当代艺术发展的总要指标 更影响不少新一代的艺术家 庄谱在西班牙求学时期 经历西班牙的政权转移 从威权瓦解到民主自由 西班牙艺术家用画笔 举想描绘出当时政权暴力与镇压 不仅震撼了庄谱 也改变了当地艺术思潮 当然我在这个学校 我五年来就是很重要的 就是当然就是说 你五年的训练 就是比较了解 我们不是说完全的了解 就是比较能够了解 西方绘画的一个 一种基础 从文艺复兴一直到现在 那当然就我们去念书的时候 正好就碰到 反个过世之后 你可以看到他们的 那个威权自己的瓦解 然后进入民主时代 而且跟台湾一样 就是可是他们比台湾早 就投票选举 从一个政党变成一百多个政党 然后互相竞争 权力的斗争 什么 也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也看过弗兰克的阅兵 那个时候跟台湾阅兵一样 那也有看过 那当跟台湾不一样的时候 我最惊讶的就是 当然是就看到一个 一个政体的改变 然后弗兰克的过世之后 就是你可以看到 那个全部的那些 欧洲那些西班牙的共产党 都回到西班牙 在广场上 我跟我的朋友两个在 我看到说 哇天哪 怎么这么多共产党 那是令我蛮惊讶的 可见一个威权 瓦解成为民主的时候 那个真的是变成 就突然变成言论非常自由 一个非常民主自由的一个地方 那时候才会有很多艺术家 就是用正面的方式 就用很具象的方式 去表现警察的暴力 街头的抗议的暴力 或者是正义这种场面的绘画 那当然就是说你平静了之后 这些艺术家也都 也都又回到抽象绘画这条路 因为他们觉得 这个时代就已经民主自由了 干嘛还去画这些画 就应该再表现 又回到艺术的本质上面 那这一点就是说 在西班牙的一个政局上面的改变 真的是让我一生中 要经历到就是 就是这种社会的变迁 政治的斗争 然后艺术思潮的改变 就是那一改变思潮 就是那整个传统的绘画 都几乎是就是变成非常非常多元化 非常比以往他的就是艺术的 所谓的艺术版图更大 那这个艺术家更自由 在发挥他们的创意上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